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 布里乡公所邀请您一同来见证浪漫 老夫老妻情人节就该在家里简单度过吗 今年在布里的东里驿站的绝美晚霞陪陈之下 共同度过充满爱意的特别时刻 也沉着的邀请民众参加布里乡公所举办的七夕情人节活动 牵手一起留下浪漫回忆 在今年的3月14号 布里乡公所办理了第一次的庆祝夕阳情人节的活动 更是表扬了结婚超过40年的夫妻现场粉红泡泡 这次布里乡公所也不放过七夕情人节 将会在8月22号星期二傍晚 在东里驿站月台旧东里火车站 举行浪漫七夕情人节 特别在这个东里驿站旧火车站的一个广场 那个场地非常的漂亮 办理一个七夕情人节 还有那个窃桥相逢 还有新著名的乡建欢的一个活动 这个我们最主要 我想大家都知道七夕情人节 有点浪漫的一个故事 一个传承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也当然最主要是让我们 父里乡的时候的乡亲 来一个怀旧 还有一个快乐的一个时光 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 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花莲圣的时候的乡亲 还有其他的游客能够那天来到我们福里乡的东里驿站 从下午四点半开始到晚上的八点钟 我们将近有四个小时的一个活动 七夕情人节 源自中国的古老传说 象征牛郎与织女 七美眷勇的爱情故事 乡长江东传说 希望透过活动 让千年的古老美丽传说 能够代代相传 8月22号 诚挚地邀请民众 一起在七夕情人节的傍晚 留下难忘的浪漫时刻 记者高雄双福里乡采访报道